畫一下好不好 啊畫完之後我們再上課 啊我跟妳講抱歉啦齁 我今天有事情要趕回去的時候 我可能會提早15分鐘下課齁 因為我要趕9點半那一班高鐵齁 因為我明天 明天我們員工旅遊 我必須趕快趕回去 因為明天一清早 我東西都還沒有處理 啊結公司啊一些事情齁 因為我今天都在外面開會齁 開到現在齁 好來我們課本開開齁 開開齁 來我們上禮拜 我們上禮拜是不是有這個道理對不對 一旁 很像這旁邊這裡嘛對不對 那在哪裡我們上課本開齁 啊我告訴你這本都是新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到網路上去對法條 全部都是新的齁 都是新的齁 所以說如果你 假設你課本是拿舊的齁 拿以前年度的 欸章姐怎麼一樣 我告訴你裡面有改齁 只是你不知道改哪邊而已齁 所以以這本為主 啊你我拜託啦齁 因為齁 因為齁聰明的人 一本工具書就夠了齁 所以這一本書齁 小小的一本 我覺得我很喜歡 為什麼 我不要那麼厚 因為厚你也不會讀 所以這一本小小的齁 你知道嗎 你可以翻一下這一本書 大概的題目啊 哇好幾百題啊 你看我每頁都有題目對不對 對 全部都我做 什麼意思 全部都我帶你做 你回去只要做個動作 什麼意思 答案遮起來 再給他重新寫一遍 好不好 春天我做 因為選擇題齁 很多同學都不會做啦 做到最後就放棄他 我不要你這樣做 所以每一題都是我做的喔 啊對錯 我會告訴你哪邊 好不好齁 啊一樣道理齁 我的答案僅空參考 你不要以我答案為主 以我們上課為主 齁 來我們來尾克本 麻煩你興趣 在尾克本一井 我們先將你的筆記拿出來 那筆記有抄一個東西 我們開始複習一下 那筆記有抄吧齁 有嗎 抄哪裡 死 死 哇我們筆記都沒有抄 有啦 你的筆記都沒有抄 我們不說 我們不說 下一堂課要有 死亡時的六個月 要跟國稅局申報對不對 本國人跟戶局所在立國稅子 外國人跟台北四國稅局 記得貼心的服務得知死亡的 一個月內會做什麼 申報通知 借滿錢十天做 催報通知 申報給他幾個月開稅單 兩個月開稅單 視情況而定 有嗎 你筆記有抄嗎 稅單下來有三重情況 第一個不會課 阿三不會課 再來分期缴納和食物離角 分期缴納條件只是 稅額大於三十分十八期 每期兩個月按郵局 一年定存家計 立息 考試考的最長分幾年 不知道 分十八期 每期兩個月最長分幾年 蛤 不知道 我忘記了 分十八期 每期兩個月 阿你幾年 不會問價票 這我沒幫你加 三十六個月嘛 阿幾年 三年齁 注意喔 食物離角是什麼 稅額大於幾萬 三十 然後呢 記得境內還境外 境內的遺產 或者是納稅人 所以育於保管便價 有沒有 才去做食物離角 來注意 一定要繳完稅才可以辦理過戶 唯獨例外 是誰 二十萬 如果萬一沒有繳稅辦理過戶怎麼辦 一年以下有期徒行 機關 公營 從延易處民移一萬五千元罰還 有沒有 注意喔 遺產稅的相關罰還 有分幾個 三個 以依規定申報兩倍以下 未依規 不 未依規定申報兩倍以下 以依規定申報短路報兩倍以下 故意詐欺勞稅一到三倍 有沒有 阿這本稅假版不能超過 總額 好我帶你畫課本 來請你翻開 這在我們課本第二章 請你開 來請你翻開我們課本第二章 我告訴你在哪邊 你就直接 等多少吧 我不會看到 來翻到了 請你翻開課本第幾頁 第三十五頁 來第三十五頁 各位再重申一點喔 我們的課程一共有二十堂課 那麼長 所以麻煩你喔 自己 我沒有很多美國時間幫你做複習 我教過基本上就不複習了 所以我們這堂課沒有總複習課 我們二十堂課就是慢慢教 所以你回去自己要做複習喔 我教過的把它遮起來 從下講一遍好不好 我教過看 阿不然你不要看 我教過你總聽得懂吧 好你這樣做就可以了 好來我們看一下第三十五頁 來三十五頁有看到沒有 圍起來死亡日期幾個月 有看六個月有沒有 水圍起來六個月 有沒有跟誰報 戶籍所在於什麼局 國稅局有沒有 我說課本是複習的喔 你這樣要看有喔 再來 再來第四行 可不可以延長 幾個月 延長三個月 有看到沒有 外國人跟誰報 跟台北市國稅局 外國人跟台北市國稅局 麻煩你在台北市國稅局旁邊 會註明有時候考試不會寫台北市 會寫誰 中央政府 會寫中央政府 好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請你告訴我第一題 以書面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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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長延幾年 幾年 三個月 聽到有嗎 所以答案C 聽到有嗎 第二題 Sakura 什麼人 台南人 所以跟什麼 台南 南台南是南區國稅局 台南本局 有沒有 再來 Sakura 什麼人 日本人跟誰 跟台北市國稅局 聽到沒有 再來 注意管理人 管理人 管理人 看到管理人前幾個月 看不到管理人前幾個月 六個月 漂亮 再來第五題 死亡多久要去申報遺產稅 六個月 好簡單 好 好 繼續看 麻煩你畫 那個第36頁出禮制 有沒有 應於說 應於死亡日的一個月內做申報通知 有沒有 這就是貼心的服務 聽有沒有 綏徵機關得知死亡的幾個月內 一個月內做申報通知 戒滿前幾天 做什麼 催報通知 這個貼心的服務 會不會被罵 不會喔 會 為什麼 因為通常都在放三四的時候 收到申報 一個月內一定還要放三四嘛 所以這個有常常被罵 你看看有沒有 再來 36月刮鬍三 基增機關收到的幾個月內要去合稅單 兩個月內 事情況延長 有看到嗎 再來 收到稅單的多久要去繳錢 兩個月內繳清稅款刮鬍四 有看到嗎 有沒有 有看刮鬍四嗎 兩個月內要把稅款繳清 注意 如果當 來不及繳 必要時可以延期幾個月 兩個月 有看到嗎 好 再來 下單一段 旁邊會下分期繳納 有沒有 刮鬍四的第二段 還下分期繳納 這是分期繳納的規定 好了沒 再來第三段 還下食物抵角的規定 再說一遍 三十六頁的刮鬍四 不是有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嗎 有沒有 第二段什麼 分期繳 你旁邊會下分期繳納 你這樣 這段要說分期繳納 聽到嗎 第三段還下什麼 水 下食物抵角 來 分期繳納我們圍一下 稅額大於幾萬 三十萬 第二行分期期 十八期每期幾個月 兩個月 你還下什麼 郵局一年定存 加息歷息 有看到嗎 有沒有 你筆記抄的 再來第三段 食物抵角幾萬 三十萬 然後這位 第二行 中華民國境內科徵之標 地物或納稅醫務人 所有育於保管便價一次抵角 抵到這裡就好了 不要不要抵 不要抵抵 我們再抵抵 我再抵抵 三十六月刮鬍四的第三段 第一個為三十萬以上 更為第二行出體制 中華民國境內之科徵標的 或納稅 納稅醫務人 所有益於保管便價之食物一次抵角 不要抵抵 所以這本書有個好處 你不會畫就看什麼 就看出體制 你要看齁 好我們來看下面的題目 剩下部分我們講到再來講 麻煩你看第三十七頁 要會唷 要會唷 來第一題 什麼 有關食物抵角合者正確 A對還錯 哪裡錯 自己改 三十 水 B對還錯 水 C對還錯 我們說抵角只能什麼 一次 但是 我跟你講這樣再不會寫 你也 你也對不起我 這答案是誰 豬 要好不好 第二題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來 A對不對 A對 B呢 對 C呢 對 豬 錯 哪裡錯 免 那個免錯 要不要加計 要 再來 第三題 三十萬分級期 十八期 第四題 基增機關送達多久 要把稅腳清 我們說收到稅欄多久腳清 兩個月 水 第五題 分幾期 十八期 真是夠無料 還什麼無料 很高 第六題 給你看 什麼 快點給你看 三十萬 第七題 何者是錯誤的 十五底腳 不好意思 十五底腳有沒有分期底腳 沒有 要一次底腳 所以答案誰錯 B錯 第八題 十八期 第九題 答案何者正確 誰 A對還錯 A對 看到鬼 A對 不要痛 不要深呼吸 不能激動 A對還錯 錯 錯 哪裡錯 V呢 M錯 C呢 欸對 豬呢 哪裡錯 你可以拿路人夾路人儀嗎 要拿誰的 拿誰 右人的 好 後面我們沒交給我們看 好 這給我們筆記尾 你看 你會不會寫了 如果不會寫就對不起我啦 太棒了 現場了 我們應該把這個大點 我們這次都交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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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應該說到第九頁 第幾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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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看這 教徒啊 你該對嘛 對嘛 對這個嘛 應該加到第十頁的第三大點了吧 是不是 我告訴你喔 我們這顆是200分 你兩位拜託一下 一星期看兩次就好了 你跟一星期看三次 你騙的 看五次 你騙的 你最早一星期 最早一星期看兩次好不好 我們是拜祭最高嘛 不然你一四好不好 這一四的成績還不錯 禮拜一 禮拜四看睡法好不好 禮拜天happy 可以嗎 可不可以 禮拜一 禮拜四一定要看睡法 為什麼 看完之後剛好禮拜二節的上課 好不好 禮拜一 禮拜四看 那基本上是ok的 來 我們看第十頁 第三大點 激針 來 激針在哪邊 我問你喔 睡單有沒有個繳納期間 有 那睡單何時叫合法送達 什麼意思呢 來看這 各位 地價稅什麼時候叫 地價稅啦 地價稅是11月1號 在座考完記帳室喔 可能會去考什麼 考那個地震室或普通產經紀人 我們還會見面 為什麼會見面呢 因為地震室或普通產經紀人要教土地稅法 你放心 土地稅法有夠簡單 不是簡單 你就是筆記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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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你就過了 所以說 有沒有聽過地震室或普通產經紀人 那個也課地價稅 來 地價稅是11月1號到11月30號去繳納 來 稅單送達 什麼叫稅單送達 我要把稅單寄到你家 請你告訴我 誰ok 誰不ok 來 第一個 10月28號送到你家可不可以 11月2號送到你家可不可以 11月29號送到你家可不可以 12月2號送到你家可不可以 什麼叫合法送達 什麼意思 這個稅單如果送到你家 日期已經過了就可以不用講 所以哪一天是合法送達 注意喔 我們一定要在開增日期前 所以這一天是合法送達 如果你這三天收到 通通都不用繳稅 你在跟我講什麼意思嗎 所以哪一天是合法送達 我們第三項 開增日期前 所以我常跟同學分享 我有跟我媽媽講說 媽 你稅單不要收 時間過了 你收到就不用了 讓我媽媽多聰明 因為一家郵差什麼時候來 一來 其實是旅門創造的 你收起來 你去2.0就歪出來 第一次郵差來 2.0 他就走了嘛 因為我大概什麼時候記憶都知道嘛 結果 因為他沒有收到 太棒 你只要什麼時候 你只要11月1號收到就可以不用繳了 結果郵差按了什麼 按了三次 通通都沒有去的時候 郵差就把信寄到里長家 里長就拿來貼到你的門口 你不用收喔 我只要把這個稅單貼到你門口 是從什麼 收到的 你大概一說 還有管理 我們不是有大樓嗎 不是你本人收的 是誰收的 管理室管理員收的 也是從你收 很奸詐齁 所以我跟你講 你逃不掉的 所以國稅局很奸詐的 記得 開真日期 錢 來看下面兩道題 第一題答案什麼 開真日期 錢 第二題開真日期 錢 還瞎無聊 實在無聊 可以嗎 什麼時候送答 開真日期 錢 你不要聽這個不知道喔 開真日期 錢 好 抄個筆記 這個筆記相當的重要 抄個筆記 來 抄個筆記 這個筆記要抄一下 來 這個筆記 有今年會考試的題目 來 各位 各位 這個筆記叫什麼 叫查對更正 抄個筆記 什麼叫查對更正 各位 我問你喔 如果你發現這個稅單 記錯了 你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你發現這個筆記錯了 你發現這個筆記錯了 沒辦法處理 聽不懂 你有沒有收過稅單啊 啊 如果你收到稅單 發現這個名字錯了怎麼辦 好啦 有沒有 講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事情 你看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開車而闖紅燈 或超速而被拍照 拍照 拍照上面不是 你收到那個 那個違規 那個要看 那個要幹嘛 第一個你是要看什麼 看這個車牌 是不是你的吧 不是嗎 還是看旁邊有沒有女人 應該不是吧 你收到那個 那個發財 是要看車牌 是不是你的 如果 假設兩種情況 車牌 不是你的 要怎麼處理 啊 或者是車牌 不是你的 結果你把睡覺了 才發現睡覺了 這不是我的 要怎麼處理 你在那邊跟我說什麼意思嗎 等於說 這個單子就不是 不是我的啊 如果這單子 不是你的 你就退回去嘛 啊 如果這單子不是你的 你叫假牌 什麼叫假牌 你睡覺了 欸欸 是有這個可能喔 那怎麼辦 怎麼辦 要求他退錢給我嘛 所以說 所謂的查對更正 是這樣子的 然後 來查對更正是什麼意思 這個單子有沒有錯 欸 更正 更正 這個單子 這個單子有沒有錯 有錯喔 這單子是有錯的喔 了解嗎 所以說來 第一個我們來教你意義 意義 什麼叫意義 你們會熱嗎 欸 帥哥會開冷氣 哈囉 帥哥會開冷氣好嗎 你都不會熱嗎 喔 這樣代表你 我身體 我火氣比較大 凡什麼 凡歲單 凡歲單 凡歲單怎樣 有 歲單有錯嘛 歲單有什麼錯 有記載錯誤啦 凡歲單有什麼 凡歲單有 凡歲單有 那個在哪邊啊 在我們課本有寫的 那我差給你 凡歲單有什麼 有記載錯誤啦 有記載錯誤啦 計算錯誤啦 從物計算時 凡歲單有 記載錯誤 凡歲單有記載錯誤 凡歲單有記載錯誤 從物計算 或計算錯誤時 不用講 不用講 這個原因 這個是 單子 原本就錯了 對不對 凡歲單有什麼 記載錯誤啦 怎麼 這不用說啦 這個單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嘛 注意喔 我們可於什麼 可於 繳納期間內 什麼意思 你在繳納期間內 可於 繳納期間內 可於繳納期間內 請求什麼 請求查對更生 這個問題 這個錯誤一定是誰的錯 一定是國稅局 就是這個單子是不對的 你不用跟他打官司 你在那邊打官司 這個 這個是誰的問題 這個單子的問題啊 對不對 好 來重點來了 來第二個 那再來 我們匯總一下 我們匯總一下 如果你發現有錯誤喔 我們匯總一下 什麼叫匯總 欸各位 你發現有錯 我們匯總一下 什麼叫匯總 我們匯總一下 好了啦 這個單子送到你家 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還沒繳錢錢 就發現他是錯的 一個是繳了之後才發現 錯 所以我們把這個叫什麼 這叫繳納 所以我們把它分為 繳納錢 如果你發現他是繳納錢 是錯誤的 我們一定要在繳納期間內 請求查對更生 對不對 如果發現繳了之後才發現錯怎麼辦 不要倒 你不要當做倒霉嘛 你發現這個拔單不是你的 你有兩個 一個是你還沒繳以前發現 這個車子不是我的 或者是你繳了才發現這不是我的 聽到嗎 所以如果是在繳納錢發現的話 那我們什麼 請求更正 請求查對更正 所以記得喔 通常更正是只繳了沒 繳了還跟什麼 繳了就要幹嘛 退稅 我說一下 查對更正是只繳了沒 阿如果是繳了怎麼樣 繳的叫什麼 叫請求退稅 所以我跟你講名詞不一樣 你幫幫忙喔 如果他 如果他告訴你請求退稅 那一定是繳了沒 阿如果他告訴你請求查對更正 一定繳了沒 還沒 你還要跟我說什麼意思嗎 你這樣全講他沒講得很明白 可是你只要記得 查對更正一定還沒繳 繳了一定是什麼 退稅 聽到有沒有 阿記得重點來了 退稅幹嘛 加基利息 好來 重點來了 兩種情況 第一個 什麼意思 我們多 這個是稅單有問題對不對 稅單有問題 結果你繳了錢嘛 對不對 來各位我問你喔 我請問你 各位今天有沒有報稅 各位 假設好了你的薪資 所得十萬 十萬塊 結果網路上你給他key key成一百萬 這是 這個單子是錯 你先不要考慮什麼問題 你你所得只有十萬而已 結果你key錯 key成什麼 一百萬 我問你這個單子是不是錯的 你有沒有多腳了 那你多腳怎麼辦 請求退稅嘛 重點來了 這個錯是你的錯 還是國稅局的錯 是你啊 你手真 所以這叫什麼 這叫自己的錯 所以我們的錯有分兩個 一個是誰的錯 一個是手真 自己的錯 不好意思 自己的錯有沒有限制 有 有自己的錯有沒有限制 有啊 從申報日期算五年內 如果不退 你到底有事 所以自己的錯 不好意思 他有連線的限制 第二個 有沒有可能 國稅局 把你合錯了 原本十萬塊 他合成什麼 合成什麼 一個是自己的錯 一個是國稅局的錯 好來 開始寫 等一下我跟你講 我們要講第幾頁 來 自己的錯 不好意思喔 自己的錯 繳納日期算五年內 申請退稅 繳納日期算幾年內 你自己的錯喔 你只要五年內沒有申請退稅 愛國的表現 你自己手禁喔 講什麼 你取算一年內 五年內 申請什麼 申請退稅 啊記的 預期不退 你也 預什麼 預期不退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愛國的表現 所以記的一定要在幾年內去申請退稅 五年內 因為他是誰的錯 你手禁 那如果是國稅 那如果是國稅 申一句 如果是國稅局的錯 那是你的問題嗎 什麼叫國稅局的錯 國稅局把別人的所得 當成你的所得 或國稅局把他弄錯了 電腦跑錯了 記得 剛剛不是腳踏其算 五年內退稅嗎 沒有期間限制 沒有退稅的期間限制 縱使十年後發現退不退 對 因為那不是你的問題 那誰的問題 所以記的 沒有 沒有退稅期間限制 但沒有退稅期間限制 代表什麼 縱使十年的退不退 退 但 但 國稅局得知錯誤 兩年內 一定要退還 等於說 如果你跟國稅局反映說 欸你怎麼幫我多繳稅了 國稅局要不要查明原因 要 但國稅局得知錯誤期 兩年內 查明 得知 他得知錯誤喔 因為我們要預防國稅局給你那批 得知錯誤 起 兩年內查明退還 類似說 因為什麼 有沒有可能承辦已經離職了 有沒有可能承辦已經調走了 你找不到原因啊 沒關係啦 你只要得知錯誤期了兩年內 一定要查完退給納稅義務人 聽不懂 所以要不要查明 要 一年內 兩年內 好再來 第三個 各位問你喔 問你個問題 這這這這 國稅局要退 國稅局要退稅給你喔 如果你有欠他稅怎麼辦 聽不懂 他要退稅給你 你也有欠他稅 要不要抵 要不要抵 要啊 可是問題是很奸詐 假設好了 他要退所得稅給你 可是你有欠證與稅 要退所得稅給你 可是你有欠地價稅 等於說或是要退所得稅給你 可是你有欠其他稅務 所以國稅局又訂了一個遊戲規則 一旦我要退稅給你的話 我要先審查什麼 第一個 同級政府 同級政府同一稅務退稅 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我要退所得稅給你 結果你有欠我所得稅 我要不要抵 要 這叫同級政府同一稅務 再來 有沒有可能 我要退所得稅給你 可是你有欠我證與稅 有沒有 這叫同級政府其他稅務 等於說我要強調是說 這是今年度新的喔 去年度新規定的喔 如果國稅局要把稅退給你的話 他要去審查 你在我的國稅局管轄範圍內 或者是其他機關有沒有欠稅 如果有的話 要不要一併扣下來 要 所以說我們來抄第幾 第三 第三叫什麼 叫抵稅順序 抵腳順序 什麼叫抵腳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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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問你喔 國稅局要把稅退給你 結果你有欠我稅 我當然抵嘛 所以抵 所謂的抵腳順序 是他這樣子抵 抵到完 還有錢才退給你 叫抵腳順序 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 同幾幾真機關 同一幾真機關 同一歲目 同一幾真機關 糟糕 雞怎麼寫不出來 這個雞 啊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 我已經寫不出來 同一幾真機關